我们总统大选没有办法达成任务 我们感到很抱歉 来因总统吞败后 青壮派出现逼宫声浪 身影三天的朱主席现身中常会 情绪很满 这是我从政二十几年来 最辛苦的任务 每天都是耗水 承担付出责难 我会一肩扛下 我会继续忍辱负重 我会坚定的奋战到任期结束 尽管朱立伦没下台打算 但中常会之前 仍有民众到党中央提款抗议 要朱立伦请辞 赵绍康也说很白 赵绍康近日动作多 还抢先党中央回应民众党的国会改革主张 虽然前一天他表明没打算选党魁 但也说了是目前 令而联想 未来仍有机会问鼎党主席再战2028 不止赵绍康没把话说死 包括扶须有功 蓝营中部共主卢秀燕 以及有众多死忠粉的韩国瑜 都被点名是2025 朱立伦任期届满后 接棒当亏热门人选 备战2028 虽然朱立伦死守党魁宝座 但谢阶段说改革问题 扶上台面 当那山头台面下 恐怕也蠢蠢欲动 三军黄新城 陈凯中 先这样就看到